花财金台 午安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我今天跟客户在聊天 然后听到客户说一天赚几十万 那基本上心里真的很开心 那甚至买进的股票 喷出大涨 登上涨停 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背后所代表的 就是说他的负的一个苦心 可能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看不到 这是板田战法的首篇 这是板田战法首篇 这是板田战法的第二集 这是板田战法的第三集 我常跟各位讲 如果你把这三本书把它学会 你可以甚至比我还厉害 对于台北股市的未来趋势的走势 甚至个股怎么选 从这书里面告诉你选哪些股票 你就会撩落执掌 那今年为止跟大家讲 有两个主角 一个叫做行动支付 一个叫物联网 这两个是主角中的主角 那么配角是指智慧手机 跟行动装环 装置 行动装置 2015年明星产业就这四个 它是这2015年明星产业 那台北股市我已经一再的跟你讲 这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行情 来接下来的重点 是你如何去做一个投资产业 换股操作的一个动作 这是台北股市昨天我公开表明跟你讲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提前布局卡位的标的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标的 然后呢 但是重点是 你昨天买进 跟今天知道这资讯有什么差别 来请各位看这个 导播照近一点 最新没有见报的资讯 如果你昨天握有这个资讯 跟今天看到这资讯差别在哪里 这是我们昨天跟各位讲说 今年的族群在这上头 在这档的上头 族群在这 这是他今天股价的走势 这是他今天股价走势 你昨天去买 你昨天知道这资讯 跟今天有什么不同 来请导播照一下 来这资讯还没有见报 我先讲还没有见报 今晚会正式公布了 行动支付取消事办期 全面正式开办 行动支付取消事办期 全面正式开办 我再讲一遍 经管会公布 行动支付取消事办期 全面正式开办 2015年起 银行办理手机刷卡 行动支付 不用再事办了 包括NFC手机信用卡 行动金融卡 行动足职账户等 行动支付业务 已经正式开办 不用事办了 各位我们就把这则消息 它的我常讲说 基本功真的很重要 你有没有办法 取得这些资讯 有办法取得这些资料 那你就是成为 赢家跟输家的不同者 昨天我在这节目 公开的跟你讲 我说 今年的产业 是一直轮流的 从物联网 跳到行动支付 行动支付跳到物联网 物联网跳到行动支付 其实接下来 都是在走这个题材 我们姑且不论 这个消息你没有办法掌握 掌握了差一天 可能差了几十万 你提前布局跟延后布局 就差了多少 你一天就差了几十万 来各位你看 从过去为止跟大家讲说 这个产业的观念 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 这是没有见报的消息 先跟你讲还没见报 还没有见报 行动支付取消事办 全面正式开办 那各位你去想 如果接下来见报 如果后面的利多 还有什么利多 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台湾行动支付实战上线 台湾行动支付实战上线 台湾行动支付起自了 银行手机刷卡站开打 有没有 今年我说走银行端 有没有 不跟过去的3529的力望一样 是今年走银行端 在SD卡跟SIN卡这一段 好 再来看 台湾行动支付上线 B的一声就爆出千亿商机 出国手机刷卡消费 近期成真 好 再来 千亿商机叙事待发 第三方支付专法 出审已经过关 各位接下来 1月底2月初 行政院 这个所谓的立法院的裁委会 或是立法院将进行 二读跟三读的表决 那我们先讲一个逻辑 你认为行动支付会不会通过 先讲这个逻辑 这是趋势所在 后面利多我再慢慢跟你讲 每天都可以跟你讲 来 第三方支付 商机前移 拼夏季上路 路边消费 路边摊消费 手机就搞定 不远的将来 来 这是最新的资讯 这是昨天的 因应数位化的时代来临 今晚会下一步推电子支付 来 再来 行动支付时代来临了 手机刷卡上路 各位我今天给你看这些 不是告诉你说我有多厉害 而是告诉你说 我们的基本功多没用心 我讲台北股市 我昨天在这阶段 其实这一波 我一直讲 1月行情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 拉下来的买好股票 你要买什么 我想今天 当你看到这则讯息 经管会行动支付 取消示范期 全面正式开办 请问各位 如果在昨天 你取得这个资讯 它的低点在哪里 跟今天你在取得这资讯 你要买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有的投资朋友 一天可能赚四五十万 有的人张数多一点 一天赚上百万 但是只是一个 产业观念的资讯而已 各位在这段 我不讲夸张话 在这段我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拿出证据给你看 那我说台北股市三角收敛 到目前为止 这趋势没有任何改变 你看到每天很多人跟你讲 一下看多 一下看空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常常跟各位讲 这就是一个趋势 你懂得大方向趋势人 跟不懂得大方向趋势人 它差别在哪里 我想这两天的沙地 我才能跟大家讲说 其实接下来台北股市重要的是 这个一月份最重要是怎么样 中股票轻指数 一月份最重要是中股票轻指数 甚至在选股上 你要如何的去把握拿捏这个操作的重点 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其实这个阶段一直跟大家讲 你不要去做股票 你去投资产业 这是我这两天下跌不断的 只要大跌我一定站在买方 好另外一个我在讲说 今年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产业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今年的产业在哪里 今年产业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今年产业在这个地方 反正不是行动支付就是物联网 反正今年的产业 不是行动支付就是物联网 但是行动支付这一块 去年我们讲过了 它是在所谓的iPhone 6的这一块 有没有iPhone 6去年 有一档股票 从79块涨到396 最高涨了501个percent 今年我是不是跟你讲 在银行端这一块 那今年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如果你愿意 像今年有很多股票 它是做长线的 每一趟都赚钱 没有任何一趟赔过钱 而且都是在技术面转折 利用消息面尚未公布的时候 是带各位提前布局 各位如果说这个消息 到下礼拜一 在这边如果假设 工商时报经济日报 真的跟你刊登说 金管会行动支付取消事办 全面开办 受惠最大厂商是谁 只要一写出来 我跟各位讲 只要一写出来 你记住我讲 那只股票大概就跳空涨停了 大概就跳空涨停了 你看这地方过去给你的资料 台湾行动支付实战上线 银行刷卡机开打 然后台湾行动支付 逼商机上线 有没有 那时候我跟你讲说 第三方支付出审过关 手机商机叙事待发 他都有跟你讲 来导播照一下 他都有跟你讲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个题材 在这边重复的在讲这些题材 好各位你看 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跟你讲说很多相关的题材 像这两天大跌的时候 我带各位开始换股 这是我们换的另外一档股票 首先跟各位介绍 获利 获利股市获利三大要素 方向节奏选股 有没有 物联网 行动支付 2015年民营产业 他说LED 我一直跟你讲石油一直在下跌 LED不会是成为主流 你放心的 然后这个地方再跟你讲 15档民营产业又是物联网 有没有 台积电搭台 有没有台积搭台 要包物联网商机 来你看这家公司 去年喔 前年102年才赚1.12 1.12 今年去年的前三季赚2.62 有没有赚2.62 各位 待你布局之后 今天是不是跳功大涨 是不是涨停板 我们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 我们说过 悬赏5000万 各位这档股票呢 它是做车用电子 穿戴装置 行动装置 每股的获利高达 每股的获利创10年新高 去年EPS已经达到32.1 各位 让你来看看布局之后 今天的走势就这样 还有一万多张买不到 你再从技术面来看 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股票 我给你看 你再从技术面看 这是一档什么股票 是一档底部怎么样 刚刚起涨的股票 各位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带我的会员都是投资产业 比如说我们看好车用电子 我们看好穿戴装置 我们看好行动装置 再从财报基本工去找 这些好的股票 提前布局卡位 今天开盘之后没多久 就是这样子 我这两天一直跟你讲 一月份的行情 伴随着我在这个地方 要办投资奖座 跟大家介绍这些标股 我一直跟你讲 台北股是重点 一月的重点 不会在指数 在个股身上 一月的重点 它的操作策略是逢高 碰到压力 就是急拉上工压力 占卖方 急跌下修 支撑早买点 但是一月份重点 是在低点的买进时机 一定要投资产业 那么一月份 把握的低点是买进时机 它目标是看二月 因为我跟你讲过了 二月份过去的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 80%都上涨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叫做红包行情 第二个叫做什么 援月效应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成为赢家 进行一些底部起涨股票 你想知道这些赚钱资讯 或是操作方法的投资朋友 请你赶快把握这个阶段的机会 利用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直接赶快跟我向注联络 同时 今天晚上的投资讲座 欢迎所有的投资者 利用该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仔细的看 仔细听 最重要是 您如果想赚大钱 一定要领先的投资产业 2015年 明星产业到底在哪里 这波行情走势接下来会怎么样 在今天晚上的投资讲座当中 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把握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我们进一段广告 哎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 你看啊 而且是有账入存款保险 到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最高保位 新台币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在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板田战法 顾奎国老师 如何掌握圆越先蹲后跳行情 锁定下坡最强势的产业明星股 台北厂免费投资讲座 时间1月15号 今天晚上的7点钟 那台北市松南区南京东路 市段126号14楼A14 咨询专线0800299888 0800299888 预约额满为止 欢迎大家赶快踊跃报名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征兴无灶碱 温和滋润 减少肌肤脱屑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我不是陌生人 从小就陪伴着你 总是站在角落 即使被忽略也没关系 因为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有我在的地方 就有你们的健康与笑容 我是贺仲牌 家庭净水系列全面上市 您喝的水贺仲关心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有不 嗯 太欲被打哦 正光金丝高 不含带非你 不伤肝 正光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 享受灰干的快感 宠爱自己的极致饗宴 等您亲身来体验 海南旅游首选雄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轰天雷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 终极实务班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来到板前战法的现场 来 这是我们带领大家布局的股票 那今天开盘没多久 就登上涨停板 那这是昨天 我们在这边公开的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的股票 今天逆市的大涨 为什么 亲爱的投资者 为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则讯息 假设这则讯息是今天看到 金管会行动支付取消示范期 全面正式开办 各位今天是礼拜四 如果我们举例来讲 如果这个消息是在下礼拜一 工商经济的头条头版 登出来说 行动支付取消示范 全面正式开办 那各位你想哪些股票会涨 大概3529的利万会涨 另外做SD的 做NFC的 另外一个叫所谓SIN卡的 那家会涨 那家就是我讲那家 既然我做我不能在节目中讲 那我只能讲说3529的利万 可是我们不操作利万 今年我们不操作利万 比较不操作 因为今年主轴在信用卡 跟银行端这一块 我们都把话讲得很清楚 当昨天台北股市 我跟你讲说 我们又再重回到NFC 物联网NFC来回操作 再重回到这支股票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跟各位介绍 这种都是底部其涨股票 过去的高点都是接近了 都是上百块 接近了快两百块 现在在低涨起来 我说不管你今天是军工教 不管你是各上市公司的主管 比如说像总经理 你更没办法看盘 甚至你像什么医生 律师 可能在打官司的动手术的 我说其实 你在操作投资产业的观念上 一定要改变 就是说 我去找一些长期性的产业 是长期性的产业 而这些股票 我做短 我做中 我做长 我都可以 有这种投资产业的观念 有这种换股操作的逻辑 其实你就会成为赢家 我两个礼拜前在高雄 认识了一个 有一个医师加入我的会员 成为我尊 应该讲特别会员 姓林 林医师 我真的不讲假话 这段时间 从过去的一直相处 可能刚开始 没有太大的信息 没有把握过去受到伤害 可是现在只要我做什么 投资什么产业 都非常热衷 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 你要去付出这些 所谓的心情的耕耘 才会有这些收获 我昨天是不是公开跟你讲 物联网行动支付 今年的主轴 我是不是公开跟你讲 这一则讯息 各位 如果你昨天跟今天取得 它差在哪里 一天差好几十万 那假使它真的在下礼拜 公布出来 登在报纸上 你认为哪些股票会涨 你认为这家公司会不会涨呢 搞不好跳空大涨 搞不好跳空锁死 就像我昨天讲 物联网的股票也是一样 我在今天讲说 物联网在未来 也是一个看好的明星产业 这个地方物联网行动支付 是2015年 四大明星产业股的前两名 然后15档明星产业股当中 第一档就是物联网 当然这什么电商物流 这都跟行动支付有关 然后台积电搭台 要包办物联网商机 然后你看财报 如果你去看财报 这家公司在102年的第四季 有没有 它是赚1.11元 到了103年 去年的前三季 就赚了2.62元 到了今年第四季 去年到了今年 它把去年的这个账 把它公布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 有没有 它的股价在什么位置 我给你看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地方有没有 车用电子 穿戴装置 行动装置 每股获利创10年高 去年EBS已经达到3.21元 它到第三季的时候 去年到第三季的时候 各位来看一下是2.62元 到去年全年出来的报告是3.21元 股价呢 第一档反转 提前去卡位布局 来看看今天走势 今天走势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万多张都买不到 各位我想从过去以来一直跟你讲 其实我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心中很感慨 我曾经碰过一个 投资奖就碰过一个非常贵气的一个女士 那我印象中她姓彭 当时我刚才讲说她有这档股票 她有这档股票 那个时候在174 374 今天是311 那时候374 今天311 13张 我印象很深 大概这中间已经差了60多块 一张6万块 10张就60万 然后再加3张就69万 70 我看638 78万 光这两个礼拜差了78万 如果她把这78万转过回头来 她是做NFC的喔 转过回来 跟我布局这档NFC的股票 有没有 各位记不记得 这档NFC股票 我们已经做了两趟以上了 至少这边多四五十万 那个转换过来可以买进的 至少多可以赚50万 你那边差不多78万 这边50万 两个礼拜差了130万 各位换股到底重不重要 您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很清楚 我常看到很多人每一天 哇 今天讲多 明天这个大凡跌就开始讲空 然后后天这个涨又开始讲多 我从来不来这一套 我只告诉你 什么样子的一个趋势 什么样一个观念 我直接讲指数 就讲得非常简单 我说一月份行情 从过去统计学告诉你 70%下跌 所以指数没有什么空间 真的是看个股 这个地方就是区间震荡 讲难听一点 你看好它就跌 你看跌它就涨 过去我们常常讲说 有一些人找到了老师 可能这个老师 他真的 他只要买进就跌 他只要卖出就涨 然后很多人都 好像非常的 非常难过 看不起 或觉得说很伤心 我说你伤什么心 这种老师是宝 为什么 他如果发买进你就卖出 他如果发卖出 你就买进 永远是对 这也很难找到这种老师 你知道吗 就是永远做错的 你很难找到 你要好好把握任何东西 天地万物之间 太极阴阳两极都有正盘两面 是看你如何去利用 你看很多人看涨就缩涨 看跌就缩涨 大走势放空 大跌是去做多 但是你可以了解 那个习性跟惯性 你就可以顺势去做 比如说你找到一个老师 真的讲买 只要指数还买进 他就暴跌 只要还卖出 他就大涨 那为什么不反向做呢 像现在的盘 你只要看好他就跌 看跌他就涨 你为什么不反向做呢 所以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一直告诉你 怎么去赚钱 赚钱的方法只有一个 在投资的三要素当中 一直不断地提醒大家 这三个要素 你一定要永远地记得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方向 方向是多是空 你一定要掌握 这个阶段 我有没有跟你讲 方向是一个整理的格局 重股票轻止数 碰到急涨 大拉急涨上工 你要选择压力站在卖方 碰到下跌急修支撑 你要附近找买点 但是这个地方重点是 一月份的低点才是重点 逢拉回逢低 你一定要敢买 那高呢 看你短线高呢 获利你就站在卖出 可是重点是哦 为什么一月要继续做多 因为二月统计学的资料 告诉你 过去十年告诉你 百分之八十都上涨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样 去找寻这种产业对的 波段趋势是大涨格局的 就像去年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一档股票 那个时候在非凡的 前线百分百当中 非凡的商业电台连线 非凡的五十八台 九十台 我都介绍过这档股票 从七十九块 一直涨到三百九六 总共涨了五百零一% 今年我说 它会从所谓的 Apple Pay的一个消费的 一个这个所谓的供应商 会转向信用卡 跟银行卡这一端 那今年它一定是爆发的黑马股 那只是说这个消息你怎么去应用 比如说昨天假使你知道这个消息 你提前去买 在这个地方 今天立刻就大涨 如果说明天这个消息 报纸公布了 它是不是喷出大涨 假设呢 挪到星期一呢 如果说所有的工商时报 经济到都报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认为它会不会涨 我们就讲真心话 你认为它会不会涨就好了 不要我来说好了 这先前布局跟先后 事后布局有什么差别 接着呢 像物联网的股票 一直跟大家讲 包含了车用电子 穿戴装置 行动装置这些 然后每股去年获利 每股获利创十年高 去年EPS已经达到3.21 提前布局 各位提前布局有什么好处 来 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真的很少 我这两天就是这两档股票 我前一阵子在拉回过程 一直在忍耐 一直在等待 这两天就这两档 今天一档大涨 一档直接锁涨停 各位不管是物联网 不管是行动支付 不管是任何的投资观念 我都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地提醒大家 要把握获利股市三大要素 第一个叫方向 第二个叫节奏 最重要是选股 去年的时候跟你谈NFC 这档股票79块介绍 涨到396 今年这档股票 从30多块开始 一路地跟你介绍 可以说一直来回操作 一直来回操作 那么昨天到今天 有人赚几十万 有人如果张数多一点 真的可以赚几百万 它只是一个资讯的观念 这个资讯的观念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昨天取得 跟今天取得 甚至你下礼拜 如果看到这灯在头条头版 你认为这种行动支付股票 会怎么样 不要我来说 当然你可能不知道 这股票是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赚钱的资讯 节目中广告证 欢迎大家进来 物联网的股票 GEO的股票 赚大钱的股票 顶部欺掌的股票 想把这赚钱资讯 带回去的投资朋友 只有今天 我们开放 希望你好好把握 跟我现在最联络 把赚钱资讯带回去 怎么样布局 怎么样买进 怎么换股 有兴趣的人 跟我现在最联络 那今天晚上的投资讲座 欢迎来永远报名参加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百田战法 顾奎国老师 如何掌握 圆越先蹲后跳的行情 那么今天晚上 1月15号 台北厂免费投资讲座 地点台北市松山区 南京东路市段 126号14楼A1 咨询专线 0800299888 0800299888 百田战法 顾奎国老师 如何掌握 圆越先蹲后跳的行情 1月15号 台北厂免费的投资讲座 地点在台北市松山区 南京东路市段 126号14楼A1 咨询专线 0800299888 0800299888 采取小班的预约制 名额即将而满 按照您电话优先顺序 先来先迎 白天办公室 晚上做家事 我们的肩膀能扛多少事 高野家低鸡精 不是一般的鸡精哦 百分之百原汁 控温杀菌 真空安心 纯纯的原味低鸡精 好喝耶 还有还有 胶原蛋白 照顾家人 疼爱自己 全家人的营养品 我爱这个家 我爱高野家 高野家生机食品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忘不了爱的滋味 爱滋味 我保你生死 我美方啊 请勸来体验 爱滋味 我保你生死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其害虫 小便敦隔热并没闻 新鲁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鲁一体电纹箱 鲁一保护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工作压力大吗 变通了 晚上去努力 早上不便利 照顾好自己 中美病 你提供了 我给它